Hello 大家好,我是1L 歡迎回到在 Instagram 上面 經營個人品牌從零到十萬粉絲的免費課程 那今天的影片是第二週帳戶優化 那這個禮拜我們會專注在去優化我們整個帳戶 讓我們整個帳戶可以容易被別人搜尋到 而且會讓觀眾有更好的體驗 那我們這個課程大約會有五週 如果你還沒有看我上一個教學的話 可以先去看那個教學 再回來看這個影片會更清楚我們所有的流程 這個課程是完全免費的 你不用付任何的費用 然後我也不會銷售任何東西給你 如果你還沒有經營個人品牌的話 你可以透過這個課程去練習經營你的個人品牌 但是如果你已經開始經營個人品牌 然後你也想要在做線上銷售的話 還是說你已經在做線上銷售 你想要破100萬美金營業額的話 你可以聯繫我在 IG 上面聯繫我 你可以點擊下方的連結 我有個免費的教學來跟你解釋說 我自己是怎麼在網路上面去銷售高單價的培訓產品 那第一個部分我們先講到BIO的連結 BIO的連結中文就是自我介紹裡面的那個連結 我們要放什麼 通常在字界裡面我們放的連結 要有直接可以協助推廣我們某一個服務或是某一個產品 或是說我們可以用來去推廣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一個活動 所以如果我們使用正確的話 你可以使用這個連結來做非常多的事情 你可以引導你的忠實客戶去到你的銷售頁面 你的廣告頁面等等 還是你可以推廣你新拍的影片 還是新寫的部落格 你下一次有什麼樣子的活動 下個月有什麼樣子的活動 需要人家去註冊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連結去做推廣 還是說你有一個名單詞帖 你有一個免費的東西想要大家去下載去參加的話 你也可以放在這裡來讓你的名單詞帖得到更多的名單 那在BIO連結的這個部分 我喜歡使用這個品牌 叫做Snaplink Z-N-A-P-L-I-N-K 這個品牌 那其實BIO連結有非常非常多個品牌 你可以去挑 我自己是喜歡使用這個 因為它的設計非常的極健 它的背景也非常的漂亮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你可以看到在螢幕上方 有個Free Resources還有Courses 那這個是它的大標 它的大標就是沒有辦法改成中文 所以只能用英文去填寫這樣子 那是唯一的缺點啦 那除了這個缺點之外呢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好處 它可以非常的客製化 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講什麼的話呢 你可以到我的IG上面 我的IG就是 at the L-chat 你可以去搜尋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我的BIO是怎麼設計的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Snaplink 給了我多少個功能 然後我不知道你覺得怎麼樣呢 但是呢我覺得這樣子去設計呢 也可以讓你看起來更專業一些 然後呢在國外歐美呢 很多的專家線上的講師呢 都會使用這個品牌 來設定自己的BIO連結 OK?所以我看到他們使用呢 我覺得那個體驗很不錯 所以我就套用到了我自己的品牌內 那現在講到BIO裡面的文案 這個文案的部分呢很重要 但是呢不用寫太多的字齁 這個BIO的文案呢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就是呢讓別人一看就知道你在做什麼事 通常呢一兩行就好了 去解釋一下你在做什麼 比如說呢像是我呢 現在是幫助你在線上行銷 銷售高單價產品 所以我就寫上去 簡短的去寫就好了 不需要寫得太複雜 精準一點 如果你可以用五個字就描述你的事業 你就不要用十個字或二十個字 因為人家不想要看 人家想要一瞄就知道你在做什麼 這個部分是這樣子齁 你寫個一兩行最多是三行 你也可以做一下自我介紹你是哪個公司的人 還是說呢如果你有公司的話 你也可以貼在上面去 然後寫完之後呢記得多念幾次 看一下順不順口 如果不順口的話呢可以去修改一下 然後在這邊呢有一點強調 無論你是在BIO裡面的文案呢 還是我只會教你寫的IG文案 全部呢你都不要用太複雜的名稱 不要用太複雜的文字 我們要用很精簡簡短的文字呢 來讓人家容易去看 因為我們在滑手機 我們在使用IG的時候 我們的智商是有降低的 所以我們要設計我們的文案呢 假設說連四連級的小朋友都看得懂 那就是最好的 OK 那BIO的文案呢 其實呢你也可以套上SEO的策略 那什麼是SEO呢 SEO就是搜尋引擎優化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那在IG上面呢 你也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但是IG喔 再強調不是一個搜尋引擎 OK IG呢是一個讓你呈現你的Portfolio 跟你的觀眾呢 去接觸的地方 但是呢你也可以去設定 來讓你的觀眾 讓你的受眾呢 更容易去搜尋到你 OK 這邊我舉三個例子 你可以看到呢 他們這三個帳號後面呢 都有加上自己行業的關鍵字 比如說第一位 George Bryan 他加上他的關鍵字是 Marketing 加上Customer Journey Expert OK 然後第二位呢 他加上他的關鍵字是 Carnivore Diet Coach 那第三位呢 他的關鍵字是 Yoga Teacher 所以呢我們可以把我們的 立即市場的關鍵字 放在你的名字後面 以方便我們的觀眾 我們的受眾去搜尋到 那假設說呢 你是提早退休專家 假設說你的名字叫做Yel Chen 那Yel Chen後面呢 就加上提早退休專家 OK我知道呢我沒有做到這一點 因為呢我好不容易 申請到了藍色勾勾 我不想要修改 然後等一下呢 我就申請不到藍色勾勾了 所以我自己是沒有使用這個策略 但是這個策略 我看到很多人做也還蠻有效的 也因為這個策略呢 我搜尋到了很多 我現在一些助到我的人 所以很推薦你呢 把你立即市場的一些關鍵字 放在你的名字後面 接下來就是限時動態了 限時動態呢 很多人不知道怎麼去使用 我覺得啦 我自己的限時動態是蠻有趣的 如果你沒有追蹤我的話 你可以去追蹤我一下 然後去看一下 我怎麼做我的限時動態這樣子 那對我來說呢 我的限時動態是我的 迷你真人秀 那他也會是你的迷你真人秀 所以在這個限時動態裡面呢 我想要貼什麼 我就貼什麼 我就盡情的去做自己 所以如果你長期的follow我的話呢 你應該會發現 我有幾隻寵物 然後我有幾個朋友 我的朋友是誰 你都知道 然後呢 我在跟誰交往 你也都知道 我現在住哪裡 你都知道 然後現在有推出什麼樣子的產品 你也都知道 因為我一直呢 都會在限時動態 去share我的生活 去分享我的生活 因為我的觀眾呢 喜歡看我日常在做什麼 然後呢 我的觀眾呢 也會知道 OK我是一個真的人 我不是一個假的人 很多人呢 因為這樣呢 就長期跟我建立的信任 長期的跟我建立的關係 所以有時候呢 我的限時動態呢 都可以破萬人 或甚至是呢 是破兩萬人的觀看 也是因為這個樣子的原因 然後在之後呢 我也會 再跟你分享 我的限動的策略 是怎麼做 會在下一個教學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限時動態精選 限時動態精選這裡呢 是一個我覺得可以放新手指南的一個地方 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別人的部落格 那做得好的部落格呢 通常都會有個地方叫做 start here 或是從這裡開始閱讀 對 那你也可以把一些start here 或是從這裡開始觀看的放到這裡 OK 所以新的觀眾進來呢 他就知道OK 你是做什麼的 然後呢 一些客戶常問的問題呢 你也可以放到這裡 去解決他的疑惑 那有時候呢 他沒有辦法馬上去問你問題嘛 因為你現在沒有在做QA嘛 對不對 有時候有些客戶呢 他也不好意思去問你 所以呢 他會直接看這裡呢 會比較方便這樣子 然後呢 你的事業的一些里程碑 你也可以放上去 因為呢 你的客戶需要知道呢 OK你的事業 做到了什麼樣子的level 再來就是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你的客戶的評價 如果客戶呢 有在他們的IG上面去tag你 然後分享說 你的服務 你的協助幫助到他們的話呢 記得要把它放到這裡 客戶的評價呢 可以幫你增加一些權威性 OK 然後呢 你平時如果有在做QA跟客戶的互動 還是說客戶有私訊你啊 有哪一些很不錯的留言的話呢 你也可以把它放入到精選呢 給其他IG觀看 好接下來是hashtag了 hashtag呢 是可以讓別人搜尋到你 所以我們可以去挑選一些 我們的利基市場常常使用到的hashtag 這個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呢 讓IG定位你的帳號 他就會推薦你的帳號呢 給喜歡類似主題的人 例如說呢 你是做減肥市場的 然後你的hashtag呢 跟減肥有很大的相關 那有一些使用者呢 他就很愛去搜尋這些hashtag 那IG呢就知道 OK 如果把你的帳號推給這個人的話 這個人或許會喜歡你的帳號 所以呢 你可以剛開始的時候使用這些hashtag呢 來幫助別人去搜尋到你 也幫助IG去推你的帳號給他們看 但是呢 我的建議就是呢 一個貼文不要太多的hashtag 差不多十個hashtag 我覺得就沒有用了啦 IG就不會去推了 他就覺得說你在洗hashtag這樣子 OK 洗標籤 但是如果呢 你在貼文裡面呢 不想要讓別人看到你的hashtag呢 你可以斷行四次 比如說你的文案全部寫完了 你斷行四次的話 你的hashtag就被隱藏掉了 OK 在這邊呢 我要跟各位說一下實話 我自己是比較少使用hashtag的 沒有原因 是因為我比較少使用 就這樣子齁 如果你想要使用 你可以去使用一下 然後跟我說一下你的心得 我自己從hashtag這邊得到的 幫助是比較少 所以我比較少使用這樣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問題想要問你 來讓你思考一下 你的主題明確嗎 你的主題明確嗎 OK 很多人做的錯誤就是呢 主題不固定 他常跳主題 等一下要分享美妝 等一下要減肥 然後等一下呢 又是保險 跳來跳去跳來跳去的 因為他在想說 我這樣子多元的分享 我一次可以服務很多的市場 但其實呢 這是一個錯誤 那正確是什麼錯呢 正確呢 我們要定一個主題 主題要固定 如果你是來講投資的 那你就專注在投資 還是說可以加一些 跟投資相關的東西 如果你是叫跳舞的 你就要專注來跳舞 如果你是交別人去做城市碼的 那你就專注在這個主題 你不要一直跳來跳去 一次呢 你服務一個市場就好了 有可能你的IG 不會像那些明星一樣 暴漲到一百多萬人追蹤 還是四十幾五十幾萬人追蹤 但是呢 我們的目標不是 得到一大堆的人去追蹤我們 而是呢 我們要對的人來追蹤我們 這樣子 我們才能夠去服務他們 去做出好產品給他們 那這樣子 這群人呢 的消費購買你的服務的意願 也會很高 有一句話呢 就是 當你做得太廣的話 其實你是把自己放在弱勢 因為廣的市場 很多人做 但是小的市場 利基市場 比較少人做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你的小市場做得很好的話呢 你就可以脫穎而出 那接下來呢 也是很多人常常問我的問題就是呢 發文的頻率應該是多少次發文會比較好 那過去呢 可能你一個禮拜發文一次 你也可以成長 但是那個時機呢 已經早就沒了 OK 現在不可能 如果你一個禮拜只有發一次 那代表說你一年 你就發個五十二次而已 根本是不可能成長 非常非常少 OK 除非你是非常非常紅的人 你才可以這樣子去做 那如果你是不是很有名的人 你要剛開始的話呢 跟你說現在呢 一個禮拜發三次貼文也算太少 五次呢 我都覺得很少 甚至要更多 OK 那我的頻率呢 是一天一次到兩次 那我剛出來做IG的時候呢 是差不多2017 2016年 那個時候我一天發三次的貼文 如果你想要成長 你需要多多去貼你的貼文 你不可能一個禮拜貼一次 然後就期待你會成長 不可能的 因為除了你要讓IG知道 你這個人存在 你有在做貼文之外呢 你還要練習你做貼文的能力 練習你寫文案的能力 練習你跟你客戶溝通的能力 所以如果你一個禮拜 只有練習一次的話 一年你總共只有練習五十二次耶 真的是太少了 你跟其他人一天更新一次的人比的話呢 他一年練習了三百六十五次 所以你看喔 誰的進步的速度會更快 當然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次的那個人 而且呢 你知道成長呢 不是直線的成長 是指數型的成長 所以如果你發太少 跟別人比的話 人家可能一年呢 就是你的三年四年五年了 OK 那你的發文呢 你也可以去參雜 Castro Castro就是一個貼文 有很多個貼文 串在一起 然後你也可以一個貼文 叫做post 然後你也可以用reels 我非常建議呢 大家去多多研究一下 reels怎麼去製作 reels怎麼去製作 因為呢 IG越來越推reels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你會拍reels 而且拍得很好 的話呢 IG就會推你的帳號 給很多很多人看 而且reels有一個很酷的功能 就是即使你的帳號 沒有多少人追蹤 可能就一千兩千人追蹤而已 只要你的reels做得好的話 也有可能破百萬人觀看 那下個禮拜呢 我會講到這個部分 好那你要怎麼樣 讓自己多做一些貼文呢 你可以選擇一天 把一整週的貼文都做完 那我自己就是這樣子 我一個禮拜貼文七次 包含castle包含post 包含reels 那我會在一天兩天內 把整個禮拜七天的都做完 甚至呢會做到兩個禮拜去 那這樣子呢 我就可以安排他自動去貼文 我就不用一直去逼迫自己 去每天做 因為如果你逼迫自己每天做的話呢 你還要跟自己的自制力 跟自己的自律去做挑戰 那有時候呢 我們的自制力沒有那麼強啊 對不對 然後呢我也推薦呢 你去使用一個notion 去安排一下你的排成日曆 那我自己的團隊呢 是用一個很簡單的一個calendar view 在notion上面 非常非常簡單 把每天該弄的貼文呢 全部貼上去 然後文案呢 也全部貼上去這樣子 然後怎麼樣子的類型 都把它弄好 比如說像貼文呢 我就會標個貼文 reels呢 我就會標個reels這樣子 再強調一次 如果你要成長 你要做貼文 如果你不做貼文 你是不會成長的 你不可能一個地方貼一次 你就爆紅 你不可能一年都只貼幾次 你就要要求說 客戶要一直去追蹤你 要一直去關注你 要一直去想說 你下一個要推出的產品是什麼 不可能的 因為現在呢 真的太多人做了 而且呢 勤奮的人非常非常多 所以如果連勤奮這個基本的門檻 你都做不到的話呢 你不會成長的 OK 你不要一個月貼一次貼文 然後就跑來問我說 為什麼我的帳號不成長 那不好意思 你一個月貼一次貼文 你一年只有貼個十二次而已 不成長的是應該的 OK 然後呢再來就是呢 你的貼文 你要做得越越好 如果你的貼文做得不好 你也不會成長 所以你現在貼出了一個貼文 下一個貼文 你要想辦法比這個貼文更好 你就這樣子 一直優化 有一天呢 你會有一個貼文做得非常好 然後就被很多人看到 那這個貼文呢 你要去分析一下 它的成功因素是什麼 為什麼這個貼文這麼多人看 為什麼這個貼文這麼多人分享 這個貼文為什麼會跟你的觀眾有共鳴 給你帶來觀眾 然後呢 你就可以將這些 你得到的答案 去複製 這樣子你就可以做另外一篇好的貼文 去複製做三四五篇好的貼文 那這樣子你的成長呢 就變成指數型的成長了 OK 好那下個禮拜呢 我們會講到貼文策略 那我們今天這個禮拜到這邊 如果你看到這裡喜歡的話呢 記得在下方幫我按個喜歡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這個禮拜 你學到了什麼策略 你學到了你要修改什麼 然後呢你決定說 這個禮拜 你要做什麼樣子的改變 OK 那記得夢想不搭配行動的話 永遠只是夢想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bye 我們下個禮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